日理分局的乐和派出所所长以及副所长 巡逻勤务时接获民众报案称 受困安通山区的槟榔园 民众表示地势偏僻 小客车现在泥泞中动弹不得 远景来到现场妻儿不舍搭配口令 前进以及倒车多次 最终顺利帮助车辆头困 日理分局乐和派出所所长王哲雄 副所长汤俊逸巡逻勤务的时候 接获到民众报案声称受困在安通山区的槟榔园 民众表示地势偏僻 小客车现在泥泞中动弹不得 远景到场之后 搭配口令前进以及倒车多次 最终顺利帮助车辆妥困 日理分局调查发现 民众沿着安通产业道路前往越岭古道践行 以及欣赏美景 下车途中车轮却陷入湿滑泞泞中 日理分局就呼吁民众 如果不慎受困山区或是道路时 请务必保持冷静 滞留原地等候救援 不要强行探路招致危险 可以透过手机定位传送位置 或者是寻找提供路旁边的电线杆编号 报警请当地警方前往协助 记者高双双预理阵采访报道